卫生部将成立劳资政三方工作小组 探讨如何避免医护人员遭骚扰或暴力对待 另外 护士和综合医疗保健人员的薪金 今年也会再次上调 过去几年 本地医护人员受骚扰或暴力对待的案件有所增加 从2018年的1080起上升到去年的约1500起 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 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时强调 绝不容忍这类行为 当局必须确保医护人员在工作环境里感到安全 除了法律途径 卫生部也希望通过设立劳资政三方工作小组 探讨如何避免这类事件发生 徐宝坤说冠病疫情来袭导致医护人员工作量急增 虽然过去两年公共急症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平均离职率 同疫情前相近 但我国仍需关注医护人员流失问题 政府接下来将确保本地有充足的培训渠道 让中途转业者加入 同时也会不断检讨薪酬 以吸引和流出人才 虽然采取了这些措施 徐宝坤说 我国仍然需要外籍医护人员补充本地劳动力 当局也会通过科技创新和重新设计工作 来优化我们的人力资源